在置公参幅之下 作为患者尽管坐在轮椅上 也还是完成了庄严的育佛仪式 台中医院在20号上午和惠中寺合作 选在医院里举办今年度的育佛节祈福法会 新许多病患家属前往礼佛 场面十分隆重 那我们惠中寺也是在我们台中医院里边 已经陆续这样一办12次以上了 那每年的这个佛誕节啊 也刚好在接近母亲节这个时间 这个期间呢 我们都会来这边办一次育佛节 那在过年的腊叭夜的时候 也办一个腊叭周活动 我们都是来台中医院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圣诞 相传当年佛祖一出生 空气就弥漫各种香味 因此后代的信徒利用眼前的育佛仪式 将洒满花瓣的香汤 从佛祖的肩膀淋下 象征洗净人时间的烦恼忧愁 净化身心 平常我们就准备了这些花香啊 还有这个香油啊 称为叫做香汤 然后咱们淋在这个佛身上面 就称为这个义佛 这个活动来洗净全身的这个 一个代表意识 让这个香味永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这个活动能希望民众能够放下身心的烦恼 除了大院能够治病之外 也能在接求心理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身心 能够同时治疗 也在母亲节的前夕 祝天下母亲能够母亲节快乐平安 院方表示 医务人员通过医疗技术 可以带领患者远离病痛 但如果是要安抚情绪 沉淀人心 也是分需要宗教的力量支持 希望借由这顶法会 让宗教引导民众放下心中烦恼 请求未来身心健康 记者洪嘉宏 陈志超老